男人吹着口哨,清理着房间的每一处角落 你以为是在打扫卫生吗? 不,这是在清理案发现场 男人不慌不忙,回头看了眼血泊中的女人 然后邪魅一笑,离开现场 这么嚣张又淡定的凶手 不是惯犯就是内心强大 自从德魅协助特解办案 就变得和以前不同,甚至更加自信 这让馆长非常欣慰 德魅父亲去世前,将德魅托付给馆长照顾 当时考虑到德魅年纪小,自闭症比较严重 馆长申请成为德魅的监护人 现在德魅情况好很多 理应华大自由,让他做一个独立的人 于是馆长提出解除监护 让德魅好好考虑 犯后,德魅跟随特解去了犯罪现场 受害者卡密尔,25岁 是这里的住户,住了两年 门上没有撬锁的痕迹 应该是受害者主动开的门 他被凶手一刀割后,几秒后就断气了 死亡时间在昨晚10点左右 凶器就摆在尸体旁边 已经交给法证检测 德魅注意到,死者双眼紧闭 有点不太对劲 人死后,双眼会保持死亡时的形态 如果死亡突发于几秒之内 是不会闭上眼睛 显然是人为和尚的 德魅建议法证给眼皮取个样 这次的案发现场与以往不同 凶手留下了作案痕迹 死者指甲缝里有皮肤组织和毛发残留 应该是遭遇袭击时抓伤了凶手 另外凶器上不满指纹 如果证实属于同一个人 案子很快就能解决 警方调查了死者的生活痕迹 没什么大的发现 卡米尔在工作中很受赏识 没有树敌 没有法律纠纷 父母健在 家庭和睦 他有一个男友 目前在审讯室候审 男友听说卡米尔的死讯 表现得非常悲伤 看起来不像是严荡 听男友说 卡米尔哪哪都好 就是偶尔抽两口 也许他的死和这件事有关 特解调查过那栋楼的住户 有个有贩毒前科的人住在那里 不久前一家暴女友被关了三个月 现在还带着电子脚铐 脚铐上有定位 可以查记录 命案发生时 罗范待在自己家 还有一种可能 他在死者家里 因为他和死者住上下楼 定位检测不出来 正说到这里 指纹和提取物检测结果出来 证实属于同一个人 卡米尔的邻居 马来 得到消息后 特解带队危机 马来此时正在家操练 几人来到楼上 悄悄马来家门 马来听到声音 立刻警惕起来 拿起枪朝门口走去 门一开 警察立刻将写逮捕 以前这个五大三粗的人 才是马来 刚才那个瘦弱的 是杀害女孩的真凶 他打开门 是个送快递的 收件人是灵业公司 男人让快递员 把东西放地上 要遵守无接触配送 其实是手里有枪 不方便拿 马来被当作凶手 抓去审问 他坚称自己早就不干这行 毒也已经戒掉 也没有卖毒给卡米尔 更何况他现在还在缓刑期 犯不上再捅楼子 话是这么说 那证据摆在眼前 他要如何解释 马来也是冤枉 人在家中坐 或从天上来 明明自己审命也没看 却被无限成杀人犯 德美观看了审讯过程 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 特姐让德美放轻松 这次的案子就这么简单 局长看了调查报告 没什么问题 警方这边结案就可以 剩下的交给法官裁决 另外 局长还有个特别指令 让特姐去休假 他已经积攒了太多假期 再不休就要清零了 特姐不在 局长耳根子眼的清静下 休假前 特姐去见了德美 此时的他正在听 巴赫的大提琴曲 同一首曲子 两人都感受完全不同 特姐认为是感人 德美却说是严谨 在巴赫的音乐里 一切都经过精明计算 就像现在播放的四个音符 降七 降六 降一 和一个本位棋 有一种祭谱法 用字母代表音符 也就是音名 A代表六 C代表一 以此类推 就能听出巴赫的名字 一个将名字藏在乐坡里的人 自然称得上严谨 虽然案子已经了结 但有些问题还没得到答案 这不 法医来找德美 说死者眼皮上什么也没发现 既没有指纹 也没有基因痕迹 不过有一点德美说对了 死者的眼睛的确是后来合上的 如果尸体死后睁着眼睛 角毛会很快变浑浊 如果眼睛是闭着的 24小时后才会浑浊 死者眼睛完全浑浊 说明被杀时眼睛是睁开的 可就算知道这些 也无法摆脱马来的嫌疑 不久后 凶伤案的所有资料被送到档案馆 德美拿到文件 将其进行归档 但在整理资料时 德美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之家里残留的毛发 经检测 死刑大麻分阳性 说明马来案发前吸过毒 但拘留时做的检查结果是阴性 二者冲突 犯罪现场的毛发不能作为证据 马来很可能不是杀人凶手 特姐放心不下 通过电话将此事告诉局长 让她派人再次对马来进行检测 如果结果成阴性 案子就得重新调查 了结的案件出现披露 局长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立刻命法证重新检测 特姐在一旁全程观看 生怕出现问题 另一面 凶手卸下伪装 撕心裂肺的呼喊着 尽情发现心中的不满 杀人都不带眨眼的无眉 究竟因为什么如此动怒 原来在不久前 她伪装成眼镜哥混进法证部 担任组长的助手 马来的毒性检测就是她取证的 本来已经了结的案子 却因为德妹的发现重新调查 无眉怎能不怒 因为案件有新进展 德妹再次翻阅资料 发现这次的凶杀案 和之前几桩旧案非常相似 死者双眼都在死后 呈现浑浊状态 凶手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发现这一线索后 德妹尝试过联系特姐 但特姐在山里度假 手机时不时没有信号 德妹联系不上她 只能拉着馆长去职务分析 因为除了特姐以外 馆长是她最亲近和最信任的人 德妹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整理出近十年来的 13起相似案件 每个案子的凶手都得到审判 但都是因为指纹和DNA 这些证据被捕 没有站得住脚的作案动机 这些案件看似毫无关联 作案手法刻意 但其实有个共同点 所有被害人 都是因大量出血而死 而且凶手在不经意间留下标记 浑浊的角膜 人为闭合的双眼 就像卡密尔一样 听完这些 馆长觉得不可思议 打算把这一发现告诉警方 于是约二把手在档案库前面 馆长前脚刚离开 假扮成实验员的吴梅来到这里 给德妹送毒性检测报告 德妹还在纳闷 结果怎么出来的这么快 吴梅谎称这份报告比较重要 专门加急做的 德妹也没有怀疑 看到结果 德妹惊到了 竟然是阳性 如果马来是凶手的话 这一切就说不通了 吴梅本想着误导一下德妹 结果德妹不上当 硬说报告被人动了手脚 这句话让离开的吴梅又折了回来 既然德妹纠缠不休 就别怪她下死手 突如其来的身体接触 让德妹感到不自在 吴梅很欣赏德妹 这十多年来 没有一个警察能把她犯过的案子联系起来 德妹是第一个 但人有时候不能太聪明 否则会惹来杀身之祸 说完这些 吴梅逼德妹将弹归位 生命受到危险 德妹不敢不从 整理到一半 馆长突然出现 询问德妹发生了什么 于是同时 二把手因为手里有火 无法和馆长复运 便吩咐小黑替她跑一趟 可小黑到达档案馆时 馆长腹部中道 意识逐渐模糊 运倒前她提到了德妹的名字 遗憾的是 馆长失血过多 死在了救护车上 德妹也下落不明 特姐闻讯赶来 警方正在对这里调查取证 想来是把德妹当成了嫌疑人 局长愿意相信德妹是清白的 但必要的查案程序不能少 鉴于特姐和德妹的关系 局长建议特姐退出此案 全权交由二把手负责 法证提起了现场所有痕迹 均属于德妹和馆长 没有证据表明有其他人来过这里 不过这只是一个检测结果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特姐不愿相信 跑去求局长通融 允许她在现场待五分钟 她了解德妹 知道德妹的思维方式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 德妹一定会留下线索 局长松口后 特姐进入案发现场 尝试站在德妹的角度思考问题 特姐环顾一周 发现架子上有几个档案核是凸出来的 这不是德妹的做事风格 唯一的可能 这是她留给特姐的信息 不久前 德妹给特姐讲过乐谱 这个架子正好有五层 二把手学过乐理 稍微懂一些 如果把录出来的档案 当成一个音符 用高音谱号的话 就是46134 按照记谱法 音符对应音名 连起来就是FACEF 特姐想了一下 没有指代性 二把手又尝试用低音谱号 这次是61356 对应音名是ACEGA 听到这里 法证组长突然想到 他注手的姓就叫阿萨加 也就是吴梅 有了这条线索 警方闯进吴梅家 但早已人血楼空 二把手走进房间 里面放着各种样本和药剂 以及卡密尔的资料 和陷害马来的证据 这一刻他们才明白 德妹的推测是对的 而此时的德妹 被吴梅囚禁在废弃仓库 德妹出于害怕 不停在原地挣扎 这时特姐的幻影出现 他让德妹放松 挣扎只是徒劳 德妹现在要做的 就是相信特姐 帮她争取营救时间 在特姐的安慰下 德妹安静下来 这时 吴梅带着家伙走来 箱子里是一些 钱客饭的样本 她要挑一个 幸运而顶罪 看来是要杀人灭口 德妹没有慌 说出了吴梅的痛处 吴梅没有毛发 不会流汗 说明皮肤汗线 发育异常 所以不会在犯罪现场 留下痕迹 德妹猜测她生病了 吴梅没有反驳 她觉得德妹和自己很像 优秀且与众不同 但在别人眼里 他们却是怪物 可两人有本质的区别 德妹从未把别人的嘲笑 变成愤怒 更没有滥杀无辜 另一边 特解调查了吴梅家的包裹 有一箱东西是生物样本 前两天寄来的 书件方是灵业公司 专门研究生物技术 老板是吴梅 公司的地址在郊外的废弃仓库 找到地方后 警方立刻主动 此时的德妹 正处于危险边缘 动手之前 吴梅询问德妹 从犯罪学角度来看 她的哪一案更成功 德妹思考片刻 选择卡密尔的案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案子 无媚犯错了 这才让德妹抓住破绽 找到了她的犯罪证据 现在这个时候 德妹只能有啥说啥 尽量拖延时间 没过多久 特解持枪赶到现场 德妹找准时机一个下蹲 配合特解完成射击 枪响之后 特工进入仓库 进行善后工作 见到特解的一瞬间 德妹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她已经忍了太久太久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 得知馆长的死讯后 德妹来解剖室 见她最后一面 这么多年来 馆长像父亲一样照顾她 爱护她 德妹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十分感激 馆长去世 德妹无依无靠 同事们听说 这个不幸的消息 都赶来安慰德妹 如果德妹需要 他们愿意代替馆长照顾她 陪伴她 今晚的夜特别漫长 过去的人已经离去 再怎么悲伤也没用 活着的人应该往前看 不管经历什么 生活还得继续 不久后 德妹却办理了几处监护业务 馆长生前曾写信给事务官 列举了许多德妹的生活细节 以此表明她不需要被监护 事务官讨论过了 如果德妹同意 他们可以批准解除监护 从此以后 她就是一个拥有 完全迷失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德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双书奇探第七案到这就结束了 特级的出现 改变了德妹的生活 一向按规矩形式的德妹 现在逐渐特级化 偶尔撒点消谎 开始融入集体 德妹对特级的影响也是不小 办案越来越严谨 尝试以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两人之间互相信任 彼此谅解 是默契的搭档 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姐妹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